《飛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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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我飛俠 今年2020年,為大家打向頭炮的就是 大家看到這對BYW X 2.0 其實BYW是一個 Editus屬於Original的系列 即是三塊葉的系列,即是復古系列 但它又因為中間有一個BYW X就是做了性能的部分 上一代其實外形非常討好 但內用程度又非常恐怖 所以就令人又愛又恨 真的這個款式非常出眾 我想我不用特意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它又出了一對新款 BYW X 2.0 通常大家都會覺得 2.0應該是 可能跟上一代的 成績在上一代外形的好評 應該會好些 但其實外形上,我個人個人的 我觀感就覺得這一隊和上一代來講 就信息很多 純粹外觀上,我就喜歡上一代力量很多 我覺得這一代的樣子 其實真的是一般的 可能大家之前看過的影片都講過 說這裡的樣子是怎樣的 要搞什麼 但其實我自己看回它各方面的規格 就是它的設定 好像它的實戰情況來講 會是比較出色的 我最後還是忍不住了 就照入手了一對橙色 它另一隻色是黃色 它還有幾隻色在後面 但沒有一隻色可以的 事實上坦白說 你真是選無可選 你自己喜歡 但純粹以色系的配搭 整個款式 跟上一代都還有幾遠的距離 但anyway 我覺得這個也是 其中一個要考慮的地方 不過我覺得這一代的性能 就真的好過上一代 都幾多 上一代不是性能不好 是上一代根本就不喜歡 你沒有可能試到 這一代其實它整個東西 就做了一個都幾大的改良 它因為沿用於天竹的設計 它也是將前後掌分割了 其實它後掌的部分 我覺得它這次加闊了 加多一點 它上次這個位的天竹的位 這個位是沒有那麼貼的 我記得 但是這次變成這兩個掌 就是cover 範圍多了 而它也保留這個X 就是這個天竹的位 其實它穿上去的第一個感覺 我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沒有增加的 你會覺得整雙鞋的造型 是實正了很多 它後掌和前掌要增加 其實我會在裡面的 volume 是不小的 但是你會感覺上 好像增加不見了 一穿上去整雙鞋的 fitting 整個lock down 各方面的東西 你會覺得 我的鞋很實正 這是我第一個穿上去的觀感 但是呢 一穿上去第一件事 第一問題就是什麼呢 我第一刻就是媽媽的聲音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它這個位 這個後抽和這個鞋 這個鞋裡的位置 其實很窄的 你看拉都拉不開 那你穿上去的時候 就很辛苦 拉也拉不到它 它穿上去 就算你鬆了多少鞋繩都好 穿上去都是相對於其他球鞋 是困難少少的 其實上代都是不容易穿的 但是這一代又來了 有時候有些東西改良 什麼叫改良 就是不要弄得那麼難穿 穿上去當然是 第一刻就喵喵喵喵 搞什麼 樣子已經衰了 你還要難穿一點 有沒有搞錯 但是穿上去呢 其實有幾樣東西 就很驚訝的 第一 鞋頭的鞋型 它這次可能是這個位置 那個包裹 我覺得是跟我的腳型 是配合了很多 即是它剛剛好 喉喉包了我的腳 而它的透氣程度也很高 因為它做了網面 你會見到整個鞋身的網面 都很多 所以穿上去有風吹 有些涼浸浸的感覺 其實都幾明顯的 這個是幾有趣的 而 真的因為前掌的部分 設置很好 變成 你會覺得腳趾 各方面的包裹 這些為止 它的保護 又加了這塊鏡皮之後 它的保護性好足 還有鞋頭這裡 還有一塊膠 腳趾兩面 是沒有那麼容易撞到傷了 這是一個挺有趣的設計 但也挺實用 我覺得在整體來說 這一點是挺實用的 那 整雙鞋的硬度 是很足夠的 你看看 我扭是不太扭動的 摺疊點 也剛剛在前掌的位置 很正常的摺疊點 這個摺疊點 在扭動的時候 左右扭動是非常之硬正的 我想這個是中間的一個X-Plate 裡面 所以T 字 保持中間很實 所以整雙鞋整體的感覺 是很實正的 而它那個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的Hill-to-toe transition 經過這個後端 這個X-Plate 再前掌 是做得很Smooth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之值得讚賞的地方 而它這一邊的膠 加這堆東西 雖然是有點古怪 但是它應該實際作用 是在外圍的TPU的感覺 令到它側面的位置 在質疑的時候 也是硬正了很多 很多人都會想知道 Trackions 是不可以的 那我又大家看看片 這雙鞋 這雙鞋 都是保持維持一般的尖叫聲 你會聽到Greed-Greed聲 很多球鞋都有的 但實際 室內場室外場 我都試過 它的Trackions 聲音 都是不錯的 但是很有趣 其實我已經用 這個酒精的 有酒精的紙巾 去抹過鞋底 但這次你看到 貼得很厲害 其實我穿過很多球鞋 都沒有貼得那麼厲害 但這雙鞋就黏到黑了 完全抹掉了 它在Dusty Court的表現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在室內場 也做到它要做的水平 要停又停 要轉又轉 這個是有幾好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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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去 會覺得它 都挺得生應手的 這一點 在Trackions 方面 今集是做得不錯的 而也沒有說 打了兩場之後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磨損 所以這次的Rubber 完全應付到 真的去打球的需要 這個是很重要的地方 而中間 在外圍來說 這次 完全看不到它的Boost 只是在裡面的看到Boost 但是 在裡面的部分 也有做TPU的位置 這個是解決了 好像那時候 Pick那些嚴重內翻的問題 其實內側外側 都有需要TPU的需求 但內側這部分 可能是需要少少少少 就是可能外面多一點 裡面少少少 平衡點就很高 而且 你會知道 雙腳在裡面的保護是足夠的 這個 它也有做回這塊 這塊的東西 這塊也挺硬正的 其實在外面也挺硬正的 我覺得它Boost 其實都去到 應該都去到幾前 雖然 外腦的位置是去到這裡左右 但我也覺得 它應該去到 接近的Volume 都去到這裡 去到頂的位置 才開始沒有 所以你踩下去的時候 雖然它是沒有了那種 踩屎感 但是 也有實際的緩衝作用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片 對了 特色就是在外面看片 是看不到的 因為踩下去 就是我的感覺 因為它完全看不到 迎變的情況 也不是很多 因為它本身 所以在裡面我這裡按 就按到它有形變 但是在外圍 其實在這裡 你看看 我是沒有按到的 所以它整個外面的Cage 就是將那個Boost 裡面的變形程度 減到最低 但是你的Impact Protection 落地的時候 因為後端在這裡落地 所以依然是感受到 Boost 的存在 尤其是跳起來的時候 也是的 前掌部分也有同一個感受 因為這裡按下去 是軟的 但在外圍按是硬的 所以它覺得 譬如你有一些 情況是 不是下得那麼好 靈得不那麼好 側面下了的時候 它的支撐點是足夠的 令到你沒有那麼容易 跌出去咬柴的 但是如果純粹 有上垂直向下跌下來的時候 它前掌和後掌的Boost 的感受 依然都還在那裡 所以你穿上去的感覺 會是挺有趣的 而我也挺欣賞 這一套的設計 instead of 新的Light Strike 它其實Boost 現在這樣 它這樣設計 是比Light Strike 整個鞋底的Performance 整個感受上 跟Light Strike 是相差很遠的 所以我絕對認為 這樣的設計 是比我現在的類型的 而外側呢 因為它這幾個 好像火麒麟的外側呢 也有做回一定的防側花的作用 所以你質疑的時候 信心都挺大的 我會都挺驚訝 在一對 即是突然改得 我認為是肉酸的情況之下 整個Performance 會增進了這麼多 整雙鞋 它這雙鞋 會是 真是今年來講 我都覺得我會是 都挺常作為打波之用之選 因為 在這個 impact protection 即是你跳上跳下 即場板 各方面的tractions 反應 整個包裹 透氣 即是lock down 這次呢 很有趣 它的枕頭位呢 不是做得好多 但是呢 沒有什麼不跟腳的情況 即是呢 它沒有做到 現在的addit design 是不是很流行 做到很厚的 幾個枕頭後面呢 它沒有的 但是呢 在lock down 裡面 都是做得很好 因為 我可能真的這麼巧 我整個腳型 很適合這雙鞋 所以整雙腳坐下來之後 其實綁上鞋帶之後 是完全沒有什麼特別走位 沒有什麼古怪的感覺 完全沒有 所以這一點呢 令我都很欣賞這雙鞋的 整個原因來的 那 如果當一個 performance 好那麼多的情況下 我會認為實戰來說 它真的算是一個 非常好的peak 今年2020 真的 一點都不會給任何一對 其他like 的球鞋訊息 而 鞋升部分的榜 這位雖然是偏窄 調整比較少 但是因為可能我本身的腳型 正確呢 我覺得鞋升 調價方面 對我自己沒有任何問題 那最大 整雙鞋 最大的敵人 就是 穿下去那一下 就是 這個位置太窄了 就是 鞋利和 後端的位置 入腳的位置太窄了 所以呢 穿著有困難 那 我真的挑剔不到 它有什麼特別大的毛病 所以呢 我認為這隊 如果大家 2020 真的 作為實戰友 作為一個 你可能 想要多些 impact protection 的人 而它的速度上 沒有問題 反應靈活的 這些各方面 都做到給你 即是 你一個後衛小前鋒 大前鋒都可以 我相信 的人 都可以考慮這一隊 BYWX 2.0 今天呢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 share channel 拜拜